好,各位骑友大家好,那这晚骑是今天7月23号进行的议程GGID约对局 由黑方杨顶星对战白方朴顶环,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黑骑新小木,白骑二连星,手脚,然后各自点33 两个定势走完之后,黑骑挂,白骑打了之后虎一个,这个是更加偏向于边上的发展 黑骑拆边发展大魔药,白骑飞,黑骑继续连脚 二怒利,然后白骑打入,黑骑飞出 跳一个,黑骑跨断,帮助自己出头,以及联络 白骑尝一个,黑骑小尖出头,白骑三路飞,搜根 下一手瞄着这里的点方,那黑骑就非常痛了 这个骑形会被搞得很差 所以说黑骑先飞刺,白骑还是靠近 那这个地方,黑骑如果说冲白骑挡住,黑骑还是得联络 白骑可以站上 对于白骑的这个联络啊,没有任何的影响 然后黑骑还得再忙着逃身 实战呢,黑骑选择二怒小尖 那白骑补一步 黑骑脚上虎一个再扳,这样眼位好了不少 接下来再走到这个小尖的位置 这样的话就不怕白骑上方这个断 再断的话,黑骑随时有一个二路跳回 接下来白骑靠压出头,长一个 黑骑这个地方还是不太肯补断 补断被白骑跳下去,那黑骑就不得不去上方补齐 白骑站出来,黑骑再逃跑 首先还是一串单关 其次的话,右边这里的空还露着风 以后白骑仍然可以搜刮 所以说既然黑骑选择三路小尖的话 这个思路是非常连贯的 还是要直接度过 白骑穿黑骑挡住 下一手骑白骑断 因为这个地方的气势非常的紧 联络肯定存在问题 所以说黑骑先打一下 再把白骑给盖住 白骑拐下来之后扳头 黑骑跳出 白骑再挡住 这个地方黑骑还是要注意 这个不能心急 如果说外边搬住白骑的话 那里边有问题 白骑这一打 那你骑筋得沾 白骑再一夹 黑骑就只能去撑截了 你不可能这样去冲完之后沾了 被白骑贴就死 只有反夹一个 撑这个截 但是白骑的截才可能更多一点 黑骑上边有截才 白骑这个右下角搬出来 出头也有截才 这个截黑骑负担同样也很重 打输的话一死就死两块 因为上方还欠一个断领 实战 黑骑赶紧补齐 白骑打黑骑沾 然后白骑脚上去碰 这个地方黑骑也不敢乱来 如果说这里搬出来 就打一个比方 白骑这里多一些先手 这边吃就成立了 就是说为了这个骑精安全 黑骑就单长不给借用 白骑长一个先手 然后贴住 联络 黑骑左下二路长 先交换一手 再往右边贴 接下来白骑挤一个先手 这个地方如果说白骑想要 联络完整 那就沾 因为这个断肯定是断不掉了 但是为了保住这个尾巴 这样去联络的话 那也太过于委屈了 所以说白骑肯定是先虎一个 出头 黑骑顶住之后再断 这个地方暂时是成立的 但是白骑往脚上一搬 这个里面味道非常差 黑骑不太敢虎下来 虎一手的话 被白骑断打完之后 再拐打 你跑 然后这个白骑再来一个翻打 这个黑骑就头疼 提的话呢 白骑这一场 你不敢冲 冲的话一打接不归 沾的话被白骑打吃滚包 再往脚上再一爬 那这个要反杀了 黑骑不行 那如果说黑骑直接拐呢 直接拐白骑还是打到这 提的话就打直接不归 力的话白骑这一沾 你沾上他再一路打吃 又反杀 所以说这个骑黑骑已经虎不下去了 只有不断 那白骑靠到脚上 黑骑挖沾 白骑虎一个 黑骑再去断打 这个地方 白骑虽然说尾巴掉了 但是气的这个木属啊 并不是很多 以后这个脚上还有这个关子的搜刮 翻打完之后再度过呢 搜刮的更多 但是会落后手 以后这个一路打会是一个先手 反正这里白骑有便宜 而且这个黑骑中间这里的双板凳啊 由于气非常的紧 所以说仍然会受到白骑的这个牵制 下一手骑白骑冲出来 黑骑跳出 白骑在底下大飞 从五路为后 黑骑左边贴起来 防止白骑扩张的这个太快啊 白骑在往上飞 黑骑连回这颗子 就是为了破白骑大龙的眼 白骑接下来中间这手碰 下的也是非常的灵活 这里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就是黑骑的这个双板凳呢 气非常的紧 所以说黑骑也不敢这样去分段啊 比如说你夹出来 被白骑一挖 双打吃的话 后边再一打 那这两颗骑金直接就接不归了 所以说黑骑还只能沾 沾完之后白骑扳头 黑骑再断 那接下来白骑右边这个扑式打僵 因为这个骑也是快骑啊 时间也是非常的紧张 走完之后白骑底下沾 黑骑中间打 那大多数情况下 像这种骑行白骑都会毫不犹豫的拍上去 但是现在不行 现在你这样一打落后手 被黑骑上方来一个封锁的话 右边大龙都得死 即使白骑中间这里拔花很厚 但是这个龙死了还是损失太大 所以说白骑还是小肩连回 那黑骑挺头 这样黑骑这个气承出来 也不会被白骑有太多的借用 下一手骑白骑左上飞继续扩张 那黑骑直接靠进来 这里呢 白骑如果说正硬去冲断的话 还是有点问题的 因为这个上方的这个气非常的紧 黑骑乘一个白骑的联络也有问题 然后左上角二路还露着风 这个里边就味道非常差 实战白骑算了 反正围也围不大 就直接出头 那黑骑联络 白骑开始在底下去进行模样 把重心放在这里 黑骑飞下来 白骑要是围的话呢 那只能围在四路 然后黑骑还可以再靠下来搜刮 这个白骑有点受不了 你要想都围住呢 只有这样斑断连回 让黑骑先手拔花 再往三路去围 这个就已经非常扁了 而且把黑骑送的很厚 实战的白骑挺头 拼了 黑骑就跳下去掏空 白骑飞刺 再飞 围到这一线 黑骑中间小肩 把这个断点给补一补 那白骑也不是说 没有任何的收获 左边这里飞压 长先手 把黑骑的这个边控给 刺挂掉 接下来白骑往中间长一个 自己补强的同时 威胁这里的几个要把黑骑切断 黑骑这个跳架也是局部的手精 通过这里的白骑拐打 搬完之后再沾景气 自然而然的就补掉了这里的几段 然后白骑左边长一个 黑骑奔一个 这个地方本来是白骑的先手 始终没有靠下去 那黑骑就把这里给逆收掉 还是非常厚实的一手棋 然后白骑右下去打持 这个也是刚才讲的 像先手便宜 但是这个黑骑果断反击 这盘棋在几个比较关键的地方 杨领星都敢于脱先 这个率先出拳 左上这手碰呢 明显是要缠绕攻击 白骑如果说搬 那黑骑反搬 断打就长 白骑两块不活 这个地方确实是白骑的一个软肋 实战白骑选择小肩 黑骑继续跳上去 先不管这个胜率 以及这里的定型如何 至少黑骑从气势上 以及全局的节奏的把握上 都下得非常好 然后白骑再往下跳 黑骑跟着跳 左上白骑这一块已经 有点惨了 之后白骑往右边一挤 这个是想保证自身的眼 以及右上角这个断了 要把黑骑给卷进来 接下来呢 黑骑有比较凶的这个走法 就是直接去挖断 挖完之后 当白骑打黑骑 反打完之后再唬一个回家 这样的话 白骑外边挖断 黑骑断打完之后再一沾 先把这三颗子收入囊中 至于上边白骑搬 黑骑断 打吃的话就直接提节 黑骑也是这个非常的凶啊 这个节一旦打赢的话呢 白骑中间大龙还是不活 上方连脚带边 要被黑骑给收住 这个黑骑可以一战 实战黑骑直接往这鼓一个 这个跟刚才相比稍微有点差 白骑往外搬 黑骑长 再沾上黑骑挤一个之后 中间再去冲 想把白骑直接拦腰斩断 白骑靠一个 黑骑长 白骑再沾 刚才这手靠可以说是一个手劲 当黑骑往中间冲的时候 白骑直接反打 接下来只能说这个 AI确实是大心脏 这个弹量过人 这里呢 那看似白骑好像就是希望黑骑提 然后他可以双虎连回家 不过黑骑这样下的话 可以将计就计 让白骑连回去之后 直接把上方这个后门给他堵死 挡下去 白骑左上长一个 黑骑中间斑 先破眼 沾上 逼迫白骑沾上 连回 黑骑再把自己的这个段给补了 这样的话 这个上方白骑肯定是无法联络的 断吃这两颗子 黑骑就直接给了 连回 这样我们可以发现这个 白骑虽然说两块骑连在一起了 但是 被黑骑这么一包围之后 这块大龙 还是危险 不仅是这块骑危险 左上角这一整块 等一会被黑骑断开 也是凶多吉少 这个是黑骑非常猛的一种下法 等于说先让白骑联络 再去杀 不过实战呢 杨领星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那就是直接往中间 小间分段 让白骑这里提 黑骑再去右边 紧气 白骑中间团一个黑骑挡住 这样是放白骑右边大龙活 从而去杀白骑 左上角这两块 都是这个 大杀大坎的这种走法 然后白骑长 这个骑白骑没有在右边去坐眼 因为这个里边已经活了 如果说黑骑往中间打吃破眼的话 白骑丝毫不拒 可以直接断吃右上只两颗子 去坐眼 黑骑冲的话 白骑就沾 里边黑骑要走成弯三的话 白骑直接再坐一个眼就火了 两眼活骑 况且黑骑往中间打的话 自警一气 白骑还可以去打吃 收气跟黑骑去拼这个截 那这个也是黑骑没事找事干 这个肯定是不可能去打这个截的 所以说右边大龙 其实白骑已经活了 那着重还是要看左上角这里的攻杀 黑骑站上之后 白骑又往底下靠进来 要把这根棍子给他卷进来 这一盘骑不管是这个双方的 这个战斗之中的计算 还是整个格局的一个判断 可以说都是非常的复杂 非常的烧脑 接下来黑骑先往左下去断 这个是试一下白骑的应手 白骑选择顶打 黑骑跑一个 白骑在拐吃 目前暂时没有看出这两手棋交换的意义 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黑骑左边点刺 那还是威胁白骑这里的联络问题 白骑回到左上角冲 冲完之后先在旁边一挤 这一挤的话又是破黑骑的眼 又是先把自己联络 那黑骑最多花肯定不可能弃掉 二路跳回 白骑压过来 黑骑再顶住 下一手棋白骑左上角断 断完之后 这个时候又是考验计算的时候了 AI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一击必杀 就是直接往左边靠过来 这个靠呢 就是把这个左上角这块棋 先给拽回来联络 黑骑搬白骑连回 然后黑骑关键是底下这根棍子 就不太好联络了 他要是搬的话 白骑可以先往左边一冲 底下一沾 黑骑沾上白骑这个左边扑 各种打持 先把黑骑的气变到最紧 再搬出 黑骑要断呢 直接一连底下这根棍子就死了 搬的话 白骑就中间先冲一下 首先黑骑不能断 断的话被白骑打接不归 那黑骑要是等住的话呢 被白骑再来一个沾上 黑骑明显两个断啊 你沾这个白骑就断这个 那左边这里显然也是冲不过来了 冲的话直接被白骑打持了 站的话白骑联络 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样黑骑底下要死一块 这块骑死掉 损失巨大 那实战呢 白骑又舍不得这个上方这一串子 所以说就非一个要寻求联络 那给了黑骑底下连回的机会 那双方各退一步 要把自己安定 黑骑选择搬 白骑还是反搬 黑骑打持 接下来白骑中间再断 这个地方也是有个小陷阱啊 如果说黑骑打持的话 那白骑往中间反打 你提掉他再往这一段打 黑骑底下这一串又被卷杀进来了 这个明显不行 所以说黑骑只有团住 团完之后白骑连回 黑骑提掉 白骑再往上冲 这个地方又变得非常激烈了 黑骑这根棍子也是这个 子越来越多啊 更不可能气了 先搬一个 然后把白骑断打分开 再往左上去断 这个地方也是错综复杂 白骑拐出来之后 黑骑沾 那白骑要想杀这一块 必须把骑金连回 所以说白骑拐打完之后沾上 那黑骑往上冲一个 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黑骑底下这一块生死未卜 白骑左上这一小串已经阵亡 然后上方这一大串现在还没死 所以说白骑赶紧逃命 而且这一串骑直接关系到和黑骑这里的拼气以及对杀 白骑往二路跳一个 接下来的话可以说又是黑骑的一个机会 我们来看一下AI的这个推荐真的是非常的惊艳 黑骑可以先唬下去 白骑要联络 让他打吃 黑骑要注意不能沾 沾的话被白骑度过 那就彻底连回了 这个地方里搬断 没用的 白骑断吃 直接回家 黑骑要怎么办呢 先往中间冲一下去破位 白骑冲这个双板凳 黑骑就沾 等他沾上的时候 黑骑先往上扳一下 白骑挡住 黑骑再打 那这个地方白骑再沾 先形成一个打结果 黑骑也不要着急去沾结 黑骑要怎么办呢 去沾右边这两颗子 先把白骑这里的一眼给破掉 之前我们在这个布局阶段摆的示意图是 黑骑去 这个旁边 如果说打吃的话 白骑往这一走就活了 并且 还有一个打吃去做结 这个时候黑骑要先沾两颗子 这个次序很重要 先沾的话 白骑如果说 再去沾上做眼 因为右上这只眼 像这个眼睛是变成假眼 没了 那黑骑就可以打上来去拼这个巨结 这个结基本上黑骑就万劫不应了 只要把这个结一沾 白骑两条大龙瞬间死亡 这个结局巨大 那白骑也不会去作眼了 他会去杀黑骑中间这一块 先紧气 那黑骑也不要去边上吃 吃的话白骑往这一走 这个又活了 黑骑要怎么办呢 去冲这个眼 把中间啊 故意让这个白骑去反杀 然后把这个尾巴给消灭掉 这个尾巴消灭掉之后 首先白骑要是上方大龙 跟黑骑底下拼气 黑骑的气还是挺成的 除此之外呢 白骑只能通过这个提结 去寻求这个打结构 那有结的话 黑骑的机会还是挺大的 这个也是利用一个 这个中间这里的 故意的气子 去截杀白骑上方大龙 但是这个骑的话 风险太高 并且操作难度过大 这个骑中的转换 也是纷繁复杂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黑骑还是直接连回 那就没有这么复杂了 白骑往上拐打 白骑先联络 黑骑往中间去打吃 白骑直接粘截 这个地方 白骑右边大龙还是火的 因为你要是右边打吃的话 白骑还是断吃两颗子 冲的话白骑还是粘 你多送一个 白骑还是在这做眼 只不过呢 现在被黑骑挤一个 他体调这边是半只眼 刚才是已经做出来一只眼 不过不影响这个死活 因为你打的话 他直接缩在里边做眼就行了 还是两眼火起 那这个黑骑 而且来不及去雇右边 这个底下 这根棍子还不活 黑骑选择拐出这两颗子 这个时候也可以看出 黑骑之前在这埋下的伏笔 现在终于要派上用场 白骑先打吃这两颗子 黑骑沾上 其实接下来的话 这个白骑有一个妥协的下法 就是直接从这打吃穿下来 把脚上一气 然后把黑骑这条大龙给吃掉 这样来看的话 白骑八十几的胜率 进入到关子 应该是 还是白骑要赢 因为一些大关子 如果说白骑先收 肯定是这个收获颇丰 比如说像右下角 这里的这个吃脚 实战的白骑更狠 直接从下方打 不给黑骑转身的机会 但黑骑沾上之后 白骑冲一个 先把左边给做活 这里活掉之后 黑骑开始补右边 白骑收气 黑骑再提 这一提的话 白骑先去断吃 把大龙给做活 黑骑断吃 左下这两颗子 先做出来一只眼 那白骑几个 把这个另外的眼 给破掉 黑骑底下冲一个 还是不放弃 白骑 尖顶破眼 黑骑再一路斑 这个是最终的一个考验了 如果说白骑要是 打吃下来的话 这个地方要出奇 因为打的话 黑骑可以去做这个结 做这个结 然后白骑如果说补在里面 这儿就有奇了 这边一打 如果说白骑再走的话 这个拐进来要杀气 白骑如果说 这个时候不再补脚的话 那让黑骑多了一个 一路斑就不一样了 里边靠近来要出问题了 这个靠近来 白骑如果跳一个黑骑冲 斑一个就断 底下白骑双一个 不断的话 黑骑打吃 你也不能沾 沾的话 这里有个冲 四颗子要死 沾四颗子的话 黑骑往底下挡住 你冲的话他就断 这个地方好像是 要出现问题了 这个白骑如果这样打 应该是有一个结 反正提结就直接打 包括白骑往底下打 一路斑也是结 他如果说 这个冲完之后 沾这个呢 黑骑直接往这也打 切不归 所以说如果 多浪飞手 骑让黑骑搬到这 里边是有点东西的 当然这个情况 可能不止这一种 反正白骑有点偷疼 实战白骑 补在脚上是最为稳妥的 这个也是AI的一选 那走到这儿 这个黑骑就只能认输了 大龙彻底死掉 那这一盘棋的话 可以说是相当的精彩 在这个快骑当中 确实这个非常考验计算 这个这盘棋的计算量 非常之大 而且经常是几条龙卷在一起 要对杀 要判断 还要想能不能转换的问题 可以说两位骑手都发挥出了 这个绝对顶尖的这个水平 好 那这盘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